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中心 为大家现场来介绍2005年男子四列杯的比赛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王丽琴和波尔 他们都分别在小组比赛里边冲杀出来 在第一小组是王丽琴和梅兹出现了 吴尚银没有出现 那么在第二小组是波尔和萨姆索诺夫出现了 那么庄志渊都没有出现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王丽琴和波尔在男子前八名比赛里边的较量 那么就是谁赢了 谁将进入前四 王丽琴和波尔这阵选手呢 应该是老的对手 在多次世界大赛啊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国际比赛中呢 是交手比较多的 最近的情况呢 波尔呢 通过伤病的治疗 恢复 那么在世界比赛 48届视频赛上呢 应该说有很大的恢复 现在训练情况也不错 成绩也不错 获得了48届世界平方球锦包赛的男子双打亚军 那从中国的王丽琴呢 应该说情况更要好一些 那个在48届世界平方球锦包赛中 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以后 又在这个全员会呢 又夺得了全员会的男子单打冠军 双打冠军和混合双打冠军 所以就越来越确立了在中国平方球队的这个领军地位 那么今天晚上这两名选手同时进入了世界杯的前八名 我想他们这场比赛的争夺呢 应该一定是很精彩很激烈的 王丽琴呢 已经拿过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他也希望能够得到世界杯的冠军 马林呢 到目前为止 已经三次得到了世界杯的冠军 那就是2000年2003年2004年 但对于中国选手来讲 近期的比较疲劳 特别是刚刚在18号结束了这个全员会的平方球比赛 他们马不停蹄 又飞离了比利时和中国呢是七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这样呢 他们实际现在在比赛的过程中还是在倒着时差 但中国队的三名选手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分别从这个第一小组 第四小组和第三小组都出现 就是王丽琴 马林和王浩 现在呢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前边呢是16个运动员 是每个大洲的冠军 加上六个世界排名前六名的 再加上东道主一名选手 另外呢再加上这个这个世界杯的魏冕冠军 这次是马林是魏冕冠军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一共合起来是16个人 16个人由于施拉格呢 他这个伤命退出 所以呢由这个中国台北的选手庄志渊替补 所以这16个选手呢 他们分成四个小组 小组循环赛之后产生前两名 一共是八名选手进入前八名 现在呢就是进行了前八名的第一轮的比赛 也就是胜者进入前四名 他们这个前八名的这个较量是这样 啊这个我们看到现在呢 是波尔正在和王丽琴较量 那么还有马林对柳成敏 王浩对赛福 萨姆索诺夫对梅兹 四个胜的再进行捉对厮杀 最后产生冠军 方立琴第一局呢是11比3取得胜利 第二道你认为他这个第一局表现的还是不错吧 对 现在这两位选手呢 应该说在横板同前球选手当中呢 是偏向于比较凶猛的选手 他们不是说完全退到中台 或者是从从过渡开始 或者从相持 用相持控制对方寻找机会 而是上来就是前三板 八球 八球抢冲 揭发球控制以后 得机会就猛力的冲杀 这两位选手都属于说 比较凶狠的选手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他第一局的之后这几个球呢 两个人八球都是在围绕着台内球互相控制 如果一旦有一个控制不好出了球台 对方的上手拉球打 这个质量都是很高的 都是希望通过很很有质量的 搁刹和壳圈呢 来给自己创造进一步的机会 好我们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首先波尔发球 那大家看现在首先上手 已经这个是非常重要啊 但是呢就是真正的上了手以后 并非能够得到优势 所以说你第一板的上手质量呢 还要非常高 波尔的整个这个技术 基本功啊 各方面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但是他这个发挥呢 也是还是欠稳定 你像刚才呢 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没有打到 这也是很可惜 丢了一个半高球 三网重发 现在双方基本都围绕着 从第一板开始都围绕着台内短球 然后上手 波尔呢他本身是个左手 所以他反手呢 拨斜线拨到王立新正手 压制王立新的正手 然后再找机会 用自己侧身来冲杀 波尔现在是这么一个 两条斜线 要正手冲的话呢 是冲到王立新的反手 他现在是基本上是这么 但是看出他 今天他力量 就是波尔的力量啊 就比平常要凶一些 谢谢 谢谢 哥尔经常用发短球 偶尔配合长球 这个向左侧拳的有点飘的球 现在我们看横板突圈球选手 基本上从开始都是要控制住对方 都是从发球计划球都是从短球开始控制 很少有直接第一板就出台给对方拉球 很少有这种机会 然后从通过短球的控制 那么就是自己主动了寻找机会了 再拉起来以后把这个平方球搞成相持 在大家再比正反手的实力啊步伐啊 旋转啊力量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今天我总感觉波尔他有时候发球呢 故意把这球发的稍微长一点 但是呢王立芹又不好发足力去拉这个球 王立芹轻轻的或者是中等力量 把这球拉起来以后呢 波尔利用这个球的加力来压制王立芹 那这支球打得非常漂亮 在开始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球 那就是两个人对拉了大概七八个回合 波尔和王立芹呢 应该说是互有胜负 王立芹的胜率高一些 这段波尔不错 那在前面一段呢 他跟王立芹比赛的过程中 王立芹呢始终是以压反手为主 所以波尔呢就是正手进攻完了以后 反手进攻 那么现在呢他也注意到了 就是争取力争连续测试用 多用正手 所以这一段在回合中呢 是占据了优势 漂亮 王立芹加油 那对波尔来讲 大家看 他这个反手快拨以后啊 紧接着他侧身 那这个时候是他最舒服的感觉 所以这是王立芹呢 就是你左手反手拨完以后 我不让你测 我仍然给你反手 漂亮 现在王立芹是10比8 暂时领线 再往 十比较 这样王立勤就以11比9又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萧新国教练您觉得这局有什么特点 这局看这个波尔呢 他是站在中间用反手和正手侧身来从王立勤的正手突破 因为他波尔是个左手嘛 他反手拨打的这个角度比较大 把王立勤调到右方去以后呢 然后他再攻击王立勤的左方 这个战术就是比较明显 王立勤这局球呢虽然赢 但是我感觉他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在接发球啊自己发球上啊有时候出现一些疏漏 或者是一些无谓的失误啊 好像状态还不是特别的理想 至于打开相持以后呢 应该是王立勤有王立勤的优势了 现在有些球呢基本上打不到这样一个打到几板以后啊打不到这个相持 在前三板三四板呢 这个球就结束了 那应该下边呢王立勤在发球和接发球上呢 要加强要也更加严密一些 特别要注意波尔发那半长不短的球 这球呢要上手的话就要重 就要有质量 好第三局比赛开始 王立勤呢在今天形势不错 前两局是2比0领先 但是往往呢这个在很多重大赛事中啊 大比分领先啊 他其实呢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一定是好事 你像这次全运会比赛中就很多比赛都是3比0领先啊 或者这个这个3比1领先 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对方反败为胜 所以关键的像波尔和王立勤这样的选手 刚才那一局呢是11比9 实际上就是一个球处理好了可能就赢 一个球处理不好可能就输 在这种微乎其微的差别中啊 一旦在某一点上没掌握住的话 他就存在着这种意外的情况 所以这个每个运动员在这个自己的运动生涯中啊 都会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就是能够慢慢的做到平稳而严谨 欧洲选手普遍有个特点 就一旦打得顺了以后啊 你就很难阻挡他 都有这样的特点 这可能跟欧洲的人的这个神经类型的气质有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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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尔的战术非常清楚 就像刚才肖心国教练讲的 就是他发球稍微有一点出台 那么让王立琴又使不上劲 这时候王立琴把球挑起来以后 波尔反而采取这种反压的办法 在女选手中有时候采取这种方法可能更多 因为女选手力量轻 所以他有时候故意给对方拉起来 但是让你拉不出质量 然后他反过来去压你 如果现在这个发球呢 他大部分都是用这个飘一些的不转球 发到王立琴的中间 半长不短这样 王立琴呢有时候准备不够充分 像刚才这个几片球就比较好了 就是说看准了以后就发力冲 如果他不出台的话呢 还是利用白短啊 或者撇啊或者条啊 要控制一下 谢谢大家 这个球应该说在王立琴来说都是不应该失误的球 可能有时候对对手过来这个球高长还准备不是很充分 这个球是擦边了 那浦尔的破点就是他的球的速度和力量都比较好 所以有时候你一进攻的时候 他再反过来在防的时候 实际这个防中预攻的这种含义很深 所以你的连续进攻就非常困难 这样浦尔在第三局的比赛里边 他就反回一局是11比6 第一局王立琴是11比3胜 第二局是11比9 第三局波尔是11比6 现在的比分是2比1 小时候长你觉得这局有什么特点 我感觉这局下一局王立琴应该要有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主要是在发球以后 自己发球以后 对方现在有时候错过冷球比较长 或者比较有一点速度 这时候王立琴他没有准备经常是顶在胸前 所以我感觉你发了短球以后 不能按正常的就是人扑上前去准备斗短 他有时候破尔接的球他是长球 那你要退出来要拉开力量 拉开身体要大力的去冲去打 不能走在前面 第二个要注意王立琴要注意自己的正手 那多往正手位站一些 如果对方再回球到正手的话 我感觉他这线路呢 应该王立琴的线路应该可以配合一些拉到波尔的正手 就是回他的直线 这样恐怕效果要好一些 好 我们来观察一下第四局的比赛 一比二 波尔的线路很清楚 第一板是拉中路 第二板是打反手大脚 对 他这样的话他对拉当中 如果波尔是斜线拉到王立琴的正手 王立琴应该有适当的回直线配合 这样他就能够主动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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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尔胸和稳的掌握上 应该说还有余地 如果他能够在稳和胸上 掌握得更好的话 每局可能多出一两分 但是胸和稳的掌握 应该说是一个运动员 它是长期修炼的一种结果 这个很难 因为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什么时候胸 什么时候稳 哪个球胸 哪个球稳 它是完全进入一种 自动化的一种调节 这个需要长期的这种训练 魔力 很大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内转球这个技术上 应该普尔比王立琴好像更灵活一些 他普尔在台内转球的处理上方法也稍微巧妙也多一些 这一段的普尔这个落点意识非常强 几乎每个球都打到了对方难受的位置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6 现在王立琴是大分2比1领先 王立琴是大分2比1领先 现在是关键球7比7 我进去看王立琴自己发球失误应该在4分以上 就是自己发完球以后不断不能得分 不能争取主动而且还失分 那就是说接发球 普尔这个接发球呢有什么特殊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就是王立琴有时候思想准备 他老想在进台啊轻轻挂那么一下 实际上我普尔这球完全可以再稍微退一点 发力去弄 就老这么顶在身上顶在肚皮这 所以他就出现了失误啊出现了被动 现在呢这个比赛呢被波尔追成了二平 那我还没有完美了 现在是10比8啊 来差一点 来差一分 10比9 这样王立琴呢把比分追成10平 波尔基本上整体的感觉呢就是要比王立琴凶 所以呢这个失误率呢也相对高一些 这是个很好机会 也是没有做好准备 年输了三分 王立琴是11比10 暂时领先 好 这样的双方就打成了11比11 这是第四局 前三局 往前2比1领先 波尔这个球呢是 已经打的这个套路很清楚 就是他逆向发球 逆向摩擦发球 然后对方拉起来 他反拉 12比11 这个球非常折断 就拿这个球来看 王立琴在四里上 好像不如波尔 王立琴的这个球呢 他出台以后 他往往是相对比较轻 但是波尔这个球 看准了的话 他会发力 而且这是第二个 直接揭发球抢拉得分 对的反手回路非常快 但是你的速度很快的时候 他这个反手跟进很快 帮你前楼合一分 蔡王 结果在演台的最弓中 把波尔又夺了一分 这样波尔就以14比12 取得了第40比3 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 11比16 14比12 又拿回两局 这样双方呢 打成了2比2 我们请前国外队教练 萧新国给大家分析一下 看了王立琴这两局比赛呢 和前面的比赛 也是一样的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线路太死 所以王立琴呢 基本上从上手到对冲对拉 基本90%多都是到波尔的反手 那波尔呢 死钉在反手呢 就是用反手技术也好 用侧身也好 他就很自如 他也可以反手波 也可以侧身 因为你王立琴 没有线路上的更大的变化 然后用反手呢 主要以先压王立琴的正手大脚 然后再调动到王立琴的反手 这样呢 在平方球上呢 就形成了1点打2点 这样王立琴他就被动了 所以我看呢 对王立琴呢 下一局呢 特别是在线路上 要多变化 到正手的时候 可以拉直线 还到波尔的正手 或者反手上手的话呢 有机会呢 也可以配合 直接到波尔的正手 这样的话呢 就把波尔也调动一些 另外在 接发球上手也好 发球抢拉也好 第一板要加强质量 今天这个球啊 打的是非常的漂亮 像这种放高球呢 就确实在比赛中 不是像有的时候 是带有表演性的 完全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种球 打起来看起来更过瘾 好球 现在看来王立琴他在落点上 他是在调整 在产生一些变化 所以往往在比赛中啊 开始领先 和这个后来居上相比 可能后来居上这个运动员 在心理上可能就更有优势 比如你0比3 3比0领先 我连追了三局 那么这时候从心态上来讲呢 可能这个连追这个上来的人呢 他往往就趁胜追击就容易 那么作为这个开始领先 被对方追回来这个人呢 他需要有一个突破自我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比赛中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 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不断的克服 不断的积累经验 这边冲中间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第五局以后呢 王里勤在落点上 他又有了一些变化呢 形势就稍微要好了一些 落点非常好 反正对方呢 正手接也不是 反手接也不是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谢谢观看 半球抬球有点犹豫 结果本来想拉 那么改成了搓 那么给波尔找到了一个上手的机会 人家要退出来 我总感觉人家要退出来 发一些猛力 发一些足力 这碗球过去要比现在他这么 轻轻往上一碰一挑要好得多 这第一板只要抢到上手的机会 一定要加大这个质量 加大力度 就能轻轻地碰一下 轻轻地拉一下 对对方反手一折 或者是想拉的话 造成自己的更大的被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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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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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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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